今天瑤瑤當然是以這個 嘉賓站台的身分出席 對 兩位怎麼認識呢 就之前的同公司 所以當時瑤瑤是師姐 她是我師姐 但是相處上她是一個 我覺得她是一個好妹妹 對 公司看到她也必須叫她師姐 可是其實瑤瑤以前 也都聽很多棟梁的歌對不對 對 了解 妳對她在這段時間的相處 就從以前認識然後到現在 然後今天特地來 有什麼特別的 不管是鼓勵啊或是 什麼話想跟她說 真的嗎 妳說可以放長假嗎 對啊 妳不是也才去放假回來 不一樣沒有那麼長 對啦 因為其實她真的前陣子 我們同公司的那段時間 她很拼 我也沒有不拼啦 我也滿不拼的 但是她真的特別拼 然後每次都看到工作 你知道一個結束 然後又馬上接下一個 然後又幹嘛 好像我在種子那兩年 她好像沒停過 是 我每次看到她說 妳累嗎 日理、忌業、工作的感覺 她就說是還好 可是她真的還年輕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 她知道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就應該要不斷往前 了解 所以也非常好 對 那瑤瑤羨慕她的長假 是覺得想要... 因為我 就是從國外一回來 我就立刻看了她的書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書 其實裡面有滿精采的聽說 有嗎 偶像... 偶像包袱這件事情 那一題 我覺得那個滿猛的 對 對我來講 如果就是在台上要... 妳也會怎麼男人出 我覺得那跟包袱沒有關係 西方人跟西方人的那個 對 但我覺得如果去上街這種客 應該滿充電的 我覺得會滿震撼的 因為剛剛東梁自己也提到 她覺得現在她比較輕鬆 比較輕 比較沒那麼輕 對 了解 OK 來 我們轉正面一點 也提一下這個 剛剛假如要送上的慢跑鞋 對 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因為就看了她的書 她就說她喜歡去在外走走 然後喜歡去跑步運動 有這樣的習慣 我覺得 運動需要一雙好的鞋子 對 剛好也是自己戴給妳的 剛好 唯一有這雙鞋 我就把它送 其實改變 搞不好今天準備了七種顏色之類的 十種 這其中一個 其實我剛剛都說好好看 我會用它去爬山射水 你平常應該也是運動 維持很多運動 我會希望自己保持運動的習慣 但是我不是說一定要做很激烈或什麼 比如說我喜歡去山上走走路 跑跑步 呼吸一下 清清空氣 那至少維持一個禮拜兩次左右 OK 然後比較喜歡 喜歡 比較喜歡跑外面 不太喜歡去健身房 跟我一樣 自然一點的 一起揪 揪啊 就揪 然後還穿同樣的鞋子 對 然後最後有什麼要祝福她的 或是 因為妳的工作現在 當然相對密集一些 那她是重新出發 有什麼要祝福妳 我覺得看今天的現況 那個輸賣得很好 這個已經不用再祝福了 但是希望在工作上面 她可以把所有的店 都一次發揮的禮禁止 是 放電要放對地方 這個滿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她說的真的沒錯 因為現在其實真的希望再出來 除了狀態對之外 希望是把力量用在對的地方 因為其實以前的很多做法 還有以前的很多使力的點 那希望再稍微微調一下 那我會掐有了解 這次的EP是不是也象徵 其實後面有其他的規劃已經在進行 其實我 下來還是會繼續的做新的音樂 很快大家 還是會有新的歌可以聽到 我不確定是在什麼樣的情況 但是會繼續做新的歌 OK 好 在這邊掌聲 謝謝今天的嘉賓 謝謝雅雅 再補賣一次 好 來 麥克風